有请陈时中部长 请陈部长 卫副部长陈时中周一上午 副立法院未还委员会进行业务报告 并接受立委质询 针对我国认证国际疫苗 以及电子疫苗证明等问题 陈时中回应 疫苗的证明电子化数位化 这个事情已经在 第一已经是规划完成了 那现在我们用欧洲的模式 来做这些事情 那也开始请外馆来寻求 大家在这样的证明上面的 互相的认证 陈时中特别强调 国内有通过EUA的疫苗品牌 都在认可之内 但对于其他WHO认可的品牌 则会观察疫苗突破性感染的情况 列入考虑 不过列入考虑 并不一定会在我国的 电子疫苗证明认可中 只是列入疫苗认可品项的考量 WHO有列入允许的 都会在我们电子疫苗的 一个考虑的范围之内 不是我们的电子疫苗 是在认可 在疫苗的品项上面 会列入我们的考虑 WHO有认可 当然是有一个 国际认可的一个标志在 所以这地方我们一定要列入考虑 除非我们有能够证据显示 它的效果是不足的 然后我们再把它排除 台湾规划遵循欧洲模式 与他国建立电子疫苗证明 而欧盟国家使用的数位疫苗证明 目前已经批准了辉瑞 莫德纳AZ和交生疫苗 但没有批准俄罗斯的卫星5号疫苗 以及中国的科兴和国药疫苗 新唐人亚太电视 胡宗翰 黄雁玲 台湾台北报导 满碟165号疫苗 产生的处理 我们现在就能够证明 进行第二题 数据 在中国大物流 台湾